第二季的GDP 陳諺我們之前提過 它是不如市場的預期的 那麼顯示 他們的經濟復甦力道 好像感覺上 只有一點差強人意 路透現在還很悲觀 說中國大陸恐怕會 永遠復不起來 永遠 永遠這個詞 其實是一個詛咒 所以你看路透 他講的這個永遠復不起來 我覺得感覺是滿可怕 想到都會發抖 路透的講法是說 因為中國現在 進入了經濟增長 大幅放緩的時代 過去的這種8% 現在5% 你說也還OK 可是未來有沒有可能 降到3%甚至更差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富起來就變得很困難 因為畢竟 中國市場二三十年的 一個大幅度成長的這種 過去的這種Pattern 真的有可能持續嗎 打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而且特別談到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把 這個通縮的一個狀況 拿來跟日本當時做一個比對 大家都說有沒有可能跟日本一樣 進入二三十年的一個通縮 甚至經濟放緩的一個現象 當然我們做一個對比 1990年日本那時候停滯的時候 其實人均的GDP 是比一般高所得的 這經濟體還來得高 也就是說它停滯之前 至少有富過 整體的水準來看 也確實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 真的非常的強 現在中國的一個所得水準 其實是不是超過高所得的平均值 而是比中等所得來得好一點 而且這是整體的一個所得狀況 可是如果貧富差距大的話 整體民眾的這種感受 我想會更有感 本來還希望這輩子有機會 富起來 能夠追上 結果他說永遠富不起來 我們就沒有機會了 現在的年增率 GDP的年增率是5% 可是之後如果放緩 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大家一直在做的一個推估 是說在經濟成長率 7%的前提之下 中國有可能追上美國 可是如果你變5% 你變3% 你這種正常 這個前提是一定要奇葩 對 如果你沒 那就是奇葩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創造 這個奇葩的情況下 你這個動能持續流失怎麼辦 現階段來講 當然大家都還抱著一個希望 可是最大的問題入透點出來 不光只是告訴你 為什麼富不起來 他講的是結構性的問題 結構性的問題 實際上就必須從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 真正把這個結構 做一個良好的調整的話 可能真的會進入路透講的 永遠富不起來 所以我們剛才講 要追美國這件事情 其實IMF特別再強調一次 不是Impossible mission force 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這個過去的副主任 他就談到 為什麼中國不可能超越美國 因為剛才講的前提了 在這個情況下 你經濟成長率 背後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們剛才講結構 所看到的失業率的一個狀況 現在青年的失業率20% 都快22%了 甚至5月份 又比4月份再增加 你失業率持續增加的情況下 你真正的帶動經濟成長的 這個就業的部分 如果沒有辦法 徹底的改善的話 坦白說 你的經濟成長率會掉下來 掉到3% 你的失業率又維持在高檔 要追上美國就更困難了 不只結構的問題 還有包括債務的問題 最近這個集團體的一個部分 大家就看到就是說 講到債務重組 在印度對不對 講到債務重組 可是大陸對這個問題 並沒有積極的回應 因為他自己想債務重組 我自己的債務也得重組 那要不要拿出來一起談 因為你看大陸150個 他跟150個發展中國家 提供了多少的貸款 如果你要重組 那也就是說 未來我這個錢 我可能收不回來對不對 那他的經濟更困難 那我自己的狀況也很問題 我自己也面臨了債務炸彈 怎麼辦 所以他不願意減免債 好 那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所謂的結構的問題 到底有多嚴重 現在年輕人的一個就業問題 其實並不是這麼樂觀 所以中國提出了一個 叫做家政企業 什麼叫家政企業 簡單來講 就是當保母 看護 或是保鏢 簡單來講就是 再講白一點叫用人 是不是這個概念 是這樣嗎 應該家政 就保母幫佣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現在失業率太高了 你看6到8月的失業率 比5月又再高1.66 最高的時候達到這個 增加到3.4 這個很驚人 7月可能衝到23 剛剛我們講20對不對 持續增加的結果可能到23 那你做幫佣真的好嗎 其實不錯 我看完以後我都想去應徵 薪水很高嗎 因為重點是 要服務的是貴婦對不對 而且一個月14萬 14萬包月 就這個14萬工資 14萬人民幣 這個很驚人 很驚人 而且你要做的是什麼 對 14萬人民幣 早上9點到晚上 差不多要剛好是我清醒的時間 那只是要注意幾個細節 就是他腳一抖 你要馬上幫他穿鞋 那他穿的鞋再抖 你要把他鞋子脫掉對不對 那他肩膀抖 你要幫他脫衣服 再抖 太太你已經沒有衣服了 我不知道要脫什麼了 那你就要趕快把他穿回去 你要懂得這個語言 身體的語言 我也不理解為什麼不用講的 意思腳抖 要不然肩膀抖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懂得察言觀色 但是不行 他要貼身鴨環 就很像這樣一個模式 很像古代的貼身鴨環 而且身高還要1米65 體重還要110 這個是台積筋 不是公斤 還要會唱歌 會跳舞現在是怎樣 但是 長相乾淨 乾淨 我這樣算乾淨嗎 還是會有點髒 我不確定 但是他要壓環 那就肯定不行 但是我長頭髮 而且我懂得察言觀色 對不對 我還會逗他笑 多好 你看這樣子 可是這個有這麼多 第一個 我認真學專業的結果 只是為了去伺候一個貴婦嗎 這個好像也不對 而且再來有這麼多貴婦 需要伺候嗎 而且真的 如果大家都去做保母幫庸 請問年輕人的生產力 跟貢獻力在哪裡 我只打一個大問號 我們在講疫情之前 平均職工6500 現在已經降到5700多 這個降伏是超過一成了 對 更重要的是我們講 百度 阿里跟騰訊 已經流失了2.8萬人 一些大型的網路企業 也有萬人離開 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如果夫妻兩個 都在網路企業上班 會產生一個問題 現在連續的財源 你以為沒有財到你 因為像這個網友 他都說公司財源三坡 他以為自己躲過了 沒想到最後還是畢業了 然後整條產線被裁掉 結果變成 而且30幾歲 你要去想 30幾歲是就業市場的 最中間的一個主力 當你被裁掉 你要再就業 其實會很困難 夫妻兩個在互聯網 都被裁員就很麻煩 那沒關係 我們得想辦法 那我們要來刺激消費 怎麼刺激消費 要不然你就開始從 你家裡的裝潢開始改 或是換一下床單 換一下電視 換一下沙發 這所謂的家居消費 但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這是中國商務部推出的 他們希望促進家居消費 這個會不會有點像 核不食肉糜 這個我不確定 但是問題是 我們去想這件事情 我都沒有工作了 我的生活都有點陷入困境了 我沒事 我會去換家電 換家具 換家 我乾脆把它當掉 算了 你還叫我換新的 所以這個方向 我是覺得有點 和不食肉糜的這個氛圍 所以這個 他們真的得認真想一下 當然因為現階段來講 確實有難度 消費帶不起來 跟房地產業的萎縮 也有很大的關係 你看第二季 房地產GDP是年減1.2 還沒有這個減幅還沒有轉正 6家百大企業的銷售 減少的數字非常驚人 高達28% 你說新屋推得不順 中古屋怎麼樣 結果我們看到市場的 中古屋代售又增加了25% 而且被稱為魔都的上海 應該它算是 經濟領先的觀察指標對不對 上海的代售屋 代售屋更高 82% 這是不是代表 連以經濟為首的魔都 都有點帶不動經濟的一個增長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策略上 還是得好好思考 怎麼把結構做一個 更好的一個調整 在解封之後 很多人到韓國去玩 陳彥 去韓國玩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會吃過 這一家喬村炸雞 現在也要進到台灣來了 對 因為當然我們得去理解 這不是肯德基 這叫喬村炸雞 他誰要把它引進 就是這個王座國際 當然王座國際 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畢竟他才剛新貴 但是如果我們再往上講 他的這個六角 六角集團 大家就理解 所以基本上 六角飲料打出去之後 他現在所有的餐飲品牌 通通交由這個王座國際來經營 六月營收已有 連續14個月正成長 月增率4% 年增率43% 第二季2.93% 年增率也63% 上半年營收我們看是 持續的增溫 也創了歷史同期的一個新高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 他的一個餐飲策略 就是不斷的引進 知名的品牌 像這個即將進來台灣的 叫喬村炸雞 這個是第一品牌 你剛才講那個什麼 什麼號名 什麼名號 李敏號 李敏號是不是 代言對不對 實際上他在韓國也知名度 肯定是第一名的 進來以後 他打算展店6到8家 年底前先做2到3家 當然大家會看到說 他近期的品牌 折舊已經攤提完畢 他目前旗下 有幾個知名的品牌 包括段純針 還有京都聖牛 大阪王將 還有這個銀座信衣豬排 對不對 還有這個拉麵 整個看起來 他的策略性 就不是做單一品牌 然後把他的展店數 大幅度擴展 這種戰略非常的特殊 我用多品牌策略 不斷的拓點 為什麼 因為他說台灣人喜新厭舊 也沒錯 我不可能永遠都吃 同一家牛肉麵 會吃膩 就算我喜歡吃牛肉麵 我不能換 對不對 但是你有可能 吃豬排 吃牛 然後在這裡太換 對他來講 你就有可能 不管你吃什麼 都吃到他的品牌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經營策略 這一次其實 金周刊也特別的報導 我特別講一下 實際上 他剛開始在經營的時候 當然他必須去 找到一個知名的品牌 把他放大 其中他當時找了這個段純針 其實當時講了非常久 因為他們家人也 段承尊的家人也希望說 我這個阿嬤這個名號 能夠想遍全世界 聽一聽好像不錯 可是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剛剛幫他們推的頭一兩年 很奇怪 因為他都在大賣場 價格確實比較高 可是問題是味道跑掉了 網友反映 怎麼跟老店 本店不一樣 去本店吃的口味不一樣嗎 你又比較貴 味道又跑掉 當然他們不努力 不是 他們很努力 不放棄 講錯了 很努力 不放棄 過了一兩年的一個調整之後 你知道嗎 現在因為不是原物料價格 都上來 他這個大量的一個控制的 一個成本的結果 反而現在價格 搞不好比本店還便宜 而且重點是味道一樣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策略 也獲得各大品牌的一個喜歡 更重要的事情是 為什麼你看 包括營作性質 我們再講一個這個 你剛剛提到這個段承真 他還可以賣到北美 賣到香港 沒錯 重點就是 他除了剛才我講 代理這個品牌之後 他往海外授權 所以你知道所有的品牌商 不管你說營作性質這些 他會覺得說 我也不用再投入太多的資源 你就把我的品牌發揚光大 問題是你有什麼本事 我有六角國際 你看我六角國際的飲料 不是賣到全世界了嗎 所以我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等於說我有帶入機 我就幫你整個帶到全世界 非常的有道理 再來他會去做一個在地化 譬如說像京都聖牛 只有牛 在當地只有牛 可是照了台灣 他有豬肉 有海鮮 然後包括我們剛才講到的炸雞 未來進來以後 潮村炸雞 紫絲雞會不會膩 沒關係 韓國很好吃的海鮮煎餅 豆腐鍋 對不對 他也把它帶進來 所以他等於能夠去做到在地化 當然這次當中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實際上他跟台灣 九成的連鎖賣場 大通這些通路或百貨的關係 都非常好 所以在疫情期間 他也發現一件事 街邊店不能去大賣場對不對 照到你街邊店店 不是可以做外賣嗎 聲音應該會比較好 他發現沒有 沒有好多少 他就毅然決然的透過疫情這一次 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 關掉非常多的街邊店 沒想到這樣的戰略是成功的 為什麼 這一波回來 回來大家去吃飯的時候 你會去街邊店嗎 你要跟朋友聚餐 你會去哪裡 當然去大賣場 當然去百貨公司 又可以停車 而且約到百貨公司 吃東西又有面子對不對 其實價格也沒有很貴 你看也不過都是 兩三百到四百多的一個價位 所以他這一次果然 百貨公司大賣場的店 業績大幅度增長 真的街邊店成長反而有限 所以也讓為什麼王宙國際的業績 能夠持續的升溫 就是這個道理 而且他是靠純代理 就可以在台灣的餐飲業 創出一片天